欢迎来到雨说体育 今天太阳队战胜快船 取得了本赛季双方四次交手以来的唯一场胜利 虽然说这场比赛赢了 但是我曾经看过这场比赛完整全场的 太阳队群迷的内心当中甚至都不会感觉欢呼雀跃 因为赢了但是是一场残胜 何为残胜呢 就是你呀 这块几乎是我技能容易进出 对方是个残阵 但是呢 这场比赛打的居然说仍然是磕磕磕磕 甚至绝大分时间是被对方摁着锤的 太阳队今天德文波克、布拉德瑞比尔再加凯文多兰特以及回归州的首发中锋努尔吉奇 再加上罗伊斯奥尼尔、板凳形的格雷莎伦、精锐进主 并且沃格尔今天这场比赛就是自在哪下 用处的是非常短的八人轮换 八人轮换已经到了 就是这支球队不想冒哪怕一定点风险 除此之外呢 核心的几大明星出场时间堆砌的也都非常多 他不像说勇士队、堆库里之类的一场比赛就给个30来分钟 太阳队沃格尔他是不这么使用的 核心三人主就即便说凯文多兰特已经如此老迈 巴拉德瑞比尔也是中场之后归来 甚至德文波克今年也是打打停停 但即便如此还是毕其无意义拿出了权力了 只不过就比赛画面来看 第一节上来仍然打的是坑尺别度 被残阵快船追着屁股捶 快船队今天甚至别说是四大明星细数休战了 就连特伦斯曼他只是象征性的打了8分钟而已 后续的比赛都交给这支球队 就以往比赛的那种绝对的垃圾时间才有出场戏份的一些球员 都是轮换绝对之外的那些边缘球员 边缘角色 但是结果就是这帮边缘角色打的显然 防守端的质量 说实话我认为比太阳队要更加有秀 进攻端这种感觉这种团队的气氛 这种互相之间的凝聚力 彼此支撑的团队感要比太阳队更加显眼 太阳队打出了一种什么样的比赛呢 为什么他面对第三阵容的快速员都打的这么难呢 除了第四阵剩余6分钟那会儿 随着太阳队连续5次发篮将比分接近追平 打那会儿开始才占据有失 其他绝大部分时间都是被动挨打的 就在于太阳队过分强调单打了 而且自从克里斯保罗被排挤出队以来 这支球队就缺少一个真正的核心掌控人 传球呢 无外乎就是外线非常枯燥的 彼此之间来回捣手 争取通过简单的传球或者说大范围的转移 创造一些外围的机会 这种打法啊都属于是那种最低端的传球方式 真正有效的战术策动性的传球呢 少之又少 这个队伍让人最印象深刻的就是三大巨头轮番挡杆仅此而已了 甚至掩护挡杆借助的都少 那你要这么打越打呢 赛季打到越最后它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现象 你本身防守就差 你越是采取进攻端大量挡杆的方式 防守就会变得越差 为什么呢 因为防守出现他也需要进攻端 那会儿我摸一摸球找一找比赛感觉 我防守端才能够付出全力的 你如果长期不让自己碰球 自己就是结果的角色 我在场上没有机会接受 你还要求自己高效的像个微波炉 那你这不勉为其拿了吗 防守端 他往往也很难说集中警力 为自制球队防守端 添砖加瓦 做一些看不到的那些比赛贡献 他不愿意这么干的 因为这种东西数据上很难体现 那人他在NBA效力 他其实都是为了博得一个自己的更好的前景 甚至冠军这种事 决志学院要靠什么激励 要靠在场上他打出更好的数据 发挥一次激励 他为全队的正贯大业服务 但是如果说他基本的表现都做不到的话 那这份合同领完 下一份合同他都没有着落的话 他怎么好好打比赛呢 所以像太阳队这种大量挡杆的球队 赛季末尾收关阶段 就会变得防守端一盘散烧 快船队今天是没有太像样的主攻手 海兰德赶上架 结果一个是首发弄弄的塔 一个是板凳型的波士顿 就这个一首发一替补 其实都是快船队边缘人 就已经足够让太阳队的防守破防了 这就是快船队 这就是太阳队的防守 可以说是一无是处的 进攻呢 因为过分的强调挡杆 再结合 就连赛当中现在啊 吹起了一股新风 就是防守端给的尺度越来越大 对于进攻球员 他不再像之前那种肆无忌惮的去放纵了 这就导致呢 防守对抗陡然增加 而自从各自球队开始适应了新的连赛吹法之后 你比如最近三场的凯文杜兰特 进攻出手权力依旧很高 场军出手22次已经非常多了 但是呢 却非常铁 场军只能回归不到23分的得分回归 22次出手拿不到23分 你可见杜兰特最近三场比赛他的底效 为什么这么底效呢 在这一点 除了底效以外 杜兰特也是越底效越上头 越想要多打 但越想要多打呢 就越铁 因为在这种对抗比较增强的环境当中 以往其实杜兰特就已经练出来过 就被试出来过 比如说之前那组线赛打波动凯尔特人 那个在动步的对抗环境当中 就是比较强调这种身体一般的接触是不吹哨的 所以那组线赛在杜兰特发挥就很低迷 而最近在联盟星轨这股新风 已经让各支球队防守对抗开始更多的上动作了 这样一来杜兰特发挥就不行了 那如果杜兰特发挥不行了 他占取的又是顶薪级别 再加上太阳队原本三巨头就占尽了薪水空间 这支球队防守这块资源原本就坐进肩轴 进攻如果对不到极致 防守又差 那救赛期间怎么整战呢 所以今年大概率判断 太阳队前景这块基本上就是一轮友了 至于快船 快船者是突然间看到了新的希望 这支球队以往那会我们往往津津乐道的 他们曾经在两个月时间之内打出了一波极致的输出 当时梁纳德如果出战的话阵容完整 胜率直比当年的宇宙有 就这么可怕 但是很多人对于快船还有一种呆有 这支球队是不是过于仰仗阵容的完整性呢 你仔细看今年快船队是四大明星 蒙南哈等 戴家保留乔治克良那等 他们都足以竞争最佳阵容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出勤率都够了 都打65场以上 那可能说 是不是说你这支球队就是因为核心明星今年太过完整 所以完全凭借你们几队的健康优势才打出这种前四战绩呢 但随着赛季收官最近这么奇葩场比赛 快船队整体的表现发现这支球队还是有容缩率的 就这个队伍可能说也是因为赛季中期那会儿 赛季初期那会儿他没有立即组成 没有精力修赛期的合练 场处组件的他需要调整需要适应 但现在已经适应出来了 包括海兰德跟哈登近距离学习之后 大有就是哈登身边很多小后卫会因为跟哈登一块打球 带来那样一种快速成长 你看海兰德以往就是个毒服 但现在越来越学会怎么样能够通过自己的强功带动团队的发挥 今天这场比赛好几次给队友普拉姆利之类的 普拉姆利不是一个空间利器 但是海兰德在他的自配和调动之下全场送出9次出攻 而且祝飞普拉姆利至少就有2到3个 所以海兰德已经发生一种自变了 包括防守战态度 单场送出三次强盾 攻守一体 就如此一来 使得快船队他之前那样一种对于伤病的容错率 就给外界的印象是很低的那种印象大为改观 就这支球队几乎在整战 哪怕说出现一些伤情 但是这支球队是能扛的 能完全能够扛住 我认为起码是几乎在首轮的 检验脚量 再有一点 就随着海兰德他的迅速成长 就使得快船队现在他的阵容深度越来越显得可怕了 板凳西原本就有 鲍威尔再加威斯布鲁克 这两位都是什么级别 其实在其他球队当中完全有资格拿手法的 现在海兰德成长速度又如此迅猛 波斯顿现在也已经看得出来 这是一个可造制裁 并且他打的是封建角色 也就是说现在的快船队内线这块有足够的地步 封建的又有波斯顿 还有科比布朗 外线这块又崛起了海兰德了 皮特塔克先也是介入甲境 这场比赛两个第二三分弹无需保 所以现在快船队眼人就是西部 最能给绝境队上上对抗的这么一个对手了 我感觉今年绝境队最大的对手就是快船 两者之间有一整 而且就目前的排位形式来看 应该是在第二轮就会提前上演真正的西部划山轮件 有点当年宇宙永跟修斯火箭提前遭遇那个架势了 就是说两方谁强呢 今天我是比较看好快船的 快船阵容深度这块更可怕 而绝境队呢 深度这块相对来说都比较一把 所以比较看好快船 而且快船队之前他在残阵情况之下甚至也能击败绝境 就之前常委下的检验快船是根本不拒绝境的 所以今年快船前讲大过可为 正观的话就看今年了 点赞加关注感谢您的支持